什么是勇士呢? 一位理性军长曾说过 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 无论对手有多强大 哪怕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 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 就算倒在对方剑下 也虽败犹荣 这是亮剑精神 我认为也是对勇士的诠释 这部剧中 叫嘉靖天下第一剑客太抬决了 皇帝的身份于朱霍聪而言 来自于运气 毕竟明武宗 要是把左腰的心思 拿出来一丢丢 放在正经的后宫 这身份也轮不到他 远在湖北新王府的堂弟 那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好不好吃呢? 刚开始啃的时候 我想朱厚聪同志 一定是捏着鼻子的 不过当他发现 越啃越香的时候 这因运气而来的身份 在他心中 也许就变成应得的了 也就不会珍惜了 所以 这饼 朱厚聪只吃了一半 就扔掉 改吃正金属了 照着元素周期表挨个儿 事 梦想着长生不老 梦想着得到成仙 被扔掉的饼 开始变质 发霉 身边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 不敢 也不愿意把这坏了的饼 再塞在手里 让他啃 这道理 可以参考我们 现金聚餐时 带小孩的朋友 更愿意把手机给孩子 让他保持安静 还是愿意给他一套三年高考 两年模拟呢 梦 终归是梦 也总会有人 愿意冒着丢命的风险 来叫醒这位爷 如果摇不醒你 那就大嘴巴抽你 用56号的鞋底子抽 九里风尘 言语凡事 大家好 我是陈尹 上回我们说到 海瑞拜托李时珍 带走自己的母亲 妻子 准备正式与嘉靖开战 此时 嘉靖瞧前的日子 已经定好 因高汉文夫妻的帮助 朝廷官员的欠奉问题 已经解决 结极矛盾 暂时缓解 各级官员 正在为嘉靖准备贺表 而另一边的海瑞 也在家奋笔记书 他也在为嘉靖准备贺表 只是这贺表中的内容 相比其他人的更刺激 因为有上一次 聚上贺表的势力在前 这一次 徐杰格外的重视 生怕再出现什么纰漏 于是问起了各部门贺表的准备情况 怕什么来什么 这次的问题 出在了自己爱徒 赵真吉这儿的 盟京 你没有灰华 灰格老 护部还差一个人的贺表 弟子已经派人去催领了 怎么搞的 这么长的时间 就你们护部还差一份贺表 谁的贺表 灰格老 就是那个主侍海瑞 弟子已经催过多少次了 他总是回答 到时候会交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交上来 这一次所有在京官员的贺表 一份也不能少 何况是这个海瑞 你亲自去催 弟子这就去 可以从徐杰的话中发现 海瑞虽然官职小 但是被关注度是不低的 无论是徐杰 还是一会儿要发飙的家境 都比较注重海瑞交上来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 之前在六BG的事儿 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海瑞为什么要把时间卡得这么紧呢 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吸引了多少注意力 他也明白自己正在写的东西 会掀起多大的风浪 如果提前上交 内容就会被提前发现 自己不光会惹祸上身 还达不到目的 只有现在这样 不给其他人留出查阅的空间 自己的这份礼物 才能完整的到家境手里 这是其一 其二 要证明自己的身份 证明这份东西的独立性 虽然这么做 也没影响家境对豫王 徐杰等人的怀疑 但相比混在一起上交 影响还是要小一些的 另一边 这出戏的主角嘉境 正在WC 毕竟一会儿要做一件 对自己来说很神圣的事 那该处理掉的东西 还是要往外挤一挤的 上一次因为欠缝 朝堂内很多人 不愿意给他上贺表 这一次 所有的问题都已处理妥当 所有人都随了他的意 他现在的心情肯定很不错 不多时 陈宏抱着贺表 准备先给嘉境看一批 得知还差一份 赵真吉已经亲自去娶了 嘉境乐了 夸赵真吉还是称职的 不过翻了一会儿 嘉境就发现缺的贺表是谁的 海瑞的名字 可以说已经刻在他脑子里了 现在这个接过眼 他肯定对海瑞的贺表 期望值是最高的 试想 一个刚入京 就敢为自己正人心 敬服言的人 这时候给自己写篇马屁文 那感觉肯定非常的飘 可惜他没找到 陈宏本来想装不认识海瑞 结果被嘉境几句话问丫伙了 当初因为六BG提字的事 成天派人监视海瑞 这时候在嘉境面前装不认识 这种弱智的推辞 自然忽悠不了嘉境 于是 差点挨骂的陈宏憋着气 来质问徐杰 态度非常的不友好 这事吧 徐杰确实没办法解释什么 港外责任制嘛 看陈宏这一脸作死的样 高拱忍不住了 怼了陈宏 虽然高拱和徐杰是政敌 但是你太监在这装蛋 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用霸道总裁的方式解释的话就是 我的人 我可以吵 可以斗 别人 不行 关键时刻 赵振极带着海瑞的贺表回来了 他回来了 陈宏的滑轮膝盖 就要上下路 主子 普天同庆 海瑞这份贺表也呈上来了 无量手服 离吉时还差半刻呢 海瑞这份贺表也呈上来了 有点赋 这份贺表也讨用 上次 有点赋 以赋 为这位 这样 有点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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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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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治安书全文大概三千多字 剧中海瑞旁白读到的是节选 也是比较精华的部分 可以说句句报级 有两句尤为图书 一句是天下因及陛下改元之号 而一句曰 家境者言家家洁境而无才用也 另一句是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这第二句还要补充一下才更显犀利 前一句是不及汉文帝远慎 后一句是内外成功之所知也 第一句调杆中带着否定 第二句否定中带着鄙夷 表面的东西我们就不聊了 咱聊点有意思的 家境生气归生气 但是生气是有很多种类的 家境这种暴怒式的也比较常见 但是从他看一半扔掉又捡回来 继续看到态度来说 这就比较诡异了 明知的文章里没什么好话呢 为什么还要捡回来继续受虐呢 这里其实包含了三种他态度上的转变 最初是不可思议 没想到海瑞的胆子这么大 又由不可思议 转变成不解 产生自我怀疑 我真这么不堪吗 最后的转变是心虚 看似虎啸龙吟 实则外枪中干 这个要结合后面他对海瑞的处理方式来说 我一直说家境这个皇帝不是实质上的昏君 他是个纯粹的混蛋 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数 白话一点讲 海瑞的这篇治安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家境没人敢触碰了透明华服 被海瑞无情的给撕了 边撕还边抽他嘴巴 骂他光定耍溜麻 更关键的是 家境到底清不清楚自己是光定状态呢 很明显他是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 他就不会扔掉奏书再捡起来继续看 这个行为看似不服 实则是想确认自己身上 到底哪有飞镖哪有物子 那心虚表现在哪呢 这是一个极短的思维过程 开始就在他对陈宏喊的那句话 他担心的是海瑞跑了 而不是直接大开杀戒 失去理性的家境 智力明显向下 你笨想想 敢给自己写这么个东西的人会跑吗 我们再继续看 家境是怎么找补这种心虚带来的空虚的 天大的事 也比不过主子龙驾桥迁哪 主子今日若不迁去新宫 那便会天下震动 一个萧萧的主事 他跑不了也不会跑 你怎么知道那个海瑞跑不了 不会跑 我知道 回主子 那个户部的海瑞 几天前他就送走了家人 还买好了棺材 他这是死贱哪主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主子 有御某 有人直识 回主子的话 户部的事你是怎么知道了 知道了为什么不沉造 因为有幻某 有幻某 有人直识 有人直识 你要查出来 要查出来 你告诉朕 谁直识的海瑞 谁直识的海瑞 海瑞 奴婢不知道有任何人支持海瑞 朕不会追究你的 告诉朕 奴婢只知道 那个海瑞他遣散了家人 还买好了棺材 这才明媚他是为了要死剑 你怎么知道他遣散了家人 他买好了棺材 倒不知道他是死剑 灰花 主子的规矩 列祖列宗的规矩 东厂镇服司 归私礼剑首席名币太监管 眼下奴婢就当着辞职 日有日报 月有月报 每天的情事 金棺的情事 在奴婢那里都有承报 那天的承报上 就写着好几十个金棺的情状 其中也写到了 海瑞遣散家人 卖了棺材的事 奴婢蠢 只以为海瑞担心自己染上了重病 故而为自己准备了棺材 万没有想到 他是为了今天这个事在做准备呀 这是奴婢的失职 是奴婢的罪过 主子您寡了奴婢 奴婢都毫无怨言 只望着主子不要因为 让海瑞这样蠢职的人 伤了仙体 误了翘迁 奴婢的臣民 都望着这一刻呀主子 真明白了 天下的臣民等了很多年了 就等着有这么一个人出来骂朕 接着 逼朕退位 上下一心 内外勾结 这儿 朕居然被你们蒙在了谷里面 黄景 你告诉朕 旅方临走的时候都跟你交代什么了 叫你跟外面什么人商量了 背后的主使是谁 回话 回话 你告诉朕 朕设你无罪 这里除佳境外给了三个人镜头 陈红 黄景 赵真吉 三个人三种不同的心态 黄景依然最单纯 对于大宝贝来说 什么事都没有佳境瞧牵大 他劝佳境主要还是怕佳境欺坏了身子 有味海瑞求情的意思 根源也来自于之前佳境跟黄景说过 不跟职人生气 出发点都在佳境这儿 但佳境现在需要这个吗 根本不需要 外面跪着的赵真吉眼睛一闭 一脸欲哭泪 原本靠着自己的能力 好不容易迈着广场舞步走向了金字塔的顶峰 不过呀高收益就会伴着高风险 有些舞步扭好了就要站在金字塔顶峰 扭不好就会变成大型分头蹦地 他的事咱们一会再说 这种情形下最兴奋的不用说肯定是陈红 佳境现在更需要的也是陈红 佳境现在除了生气其实还有尴尬 很尴尬 为什么尴尬 因为海瑞骂的对 被这么丁刚的一顿骂 他下不来台了 所以他急需一个给他递台阶的人 这种台阶黄锦不会给他 也不可能给他 因为给他这种台阶的代价太大 不光会赔上自己还会赔上女方 所以佳境向黄锦要台阶的时候 黄锦是一直闭口不言的 而这项工作呢 陈红肯定是乐色不批的 他也更擅长干这个 毕竟放在自己面前的这几个选项 扯上谁都不亏 所以陈红撕着狗牙眼冒蓝光 只等佳境的一声令下 趁着这三位扯淡的功夫 外边跪着的赵大人已经想好了对策 即休鼓打到金月 看对方千月 invite passengers very best for your guardian Personally before the 1st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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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請请 不得不说 这里赵人杰的起身 行李加备样还是挺帅的 第一次看这部剧 看到这里的时候 一度让我以为他要洗白了 可惜啊 是我想多了 身为不战官的他 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局面下 站出来了呢 因为他没招了 他必须要站出来了 这是当下唯一一个 薄活命机会的做法 等着家境发完封 找到自己的时候 自己肯定就没说话的机会了 既然跑不掉 那就主动面对 直指死地而后生 这是其一 其二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不牵扯上其他人 比如徐杰 比如徐杰身后的欲望 因为对于此刻的赵真吉而言 京社内发生的事是未知的 已知的只有 家境因为看了海瑞上的贺表而发疯 至于贺表的内容 他是不知道的 能让家境变成这个鸟样 这内容也可以想象得到 那么就意味着 牵扯的人越多 事就会越大 最好的处理结果 就是到自己这儿就完结 让事件的辐射圈尽量变小 所以他主动的站了出来 虽有多方面的考量 但在此等情形下 敢站出来 也算是一种有担当的表现 对徐杰的这一败 也是整部剧中 他难得外露的一次真情实感 有对恩师多年栽培的答谢 也有因结果未知的诀别 走向内殿的背影 散发着一种即将父子的坚定 这一刻 赵真吉的形象 有点圆形的意思了 对于赵真吉而言 这次回话的难度不言而喻 稍有差池 就会混乱紫禁城 可能揣摩圣意 对赵真吉而言难度不大 但揣摩圣意的同时 还要琢磨一个精神病人的想法 那就日了狗了 矛盾点在于 对话双方要达到的诉求冲突过大 家境需要的是 把海瑞跟人绑定 能绑谁就绑谁 只要绑上了 自己就有了往下走的台阶 顺着劲查就可以 而赵真吉需要的是 把自己摘干净了 但身份差异又决定了 赵真吉势必是吃亏法 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从算是有人出来认账了 叫他进来 是 臣叩见皇上 死得亨利远 内阁四个人 朕就知道不能少了一个真子 老赵的回答很妙 这东西不是贺表 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知道不重要 要证明自己不知道才是关键 那么就算海瑞写的是讨贼习文 现在赵真吉也只能说是贺表 这个结果眼是绝对不能抖机灵的 所以 只要家境不给自己看 那这东西就只能是贺表 没有其他选项 虽然这个答案会让家境更生气 但同时也就洗去了自己身上一部分的嫌疑 家境自然不会这么容易的让他通关 贺表 你现在还说海瑞写的是贺表 臣再次斗胆祈求陛下 将海瑞写的那个东西 让臣看看 你只想说 这个海瑞写的这个东西 你是想说 这个海瑞写的这个东西 看见了吧 一个比一个厉害 先是把自己洗刷干净了 再来跟朕斗法 赵臣妾 你岂不闻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臣愚顿 不知圣上所指 请圣上明示 好 那朕就明示 你是户部尚书 是吧 海瑞是哪个部的主事 回奏陛下 海瑞是陈主管的户部主事 海瑞的这个东西是谁拿来的 是陈亲自到他家里拿来的 是谁让你去拿的 赵臣妾被问住了 其实不能算是问住了 而是没办法答了 之前说过 贾靖现在急于 把这次的事件与人绑定 说白了 就是为自己找个合理的借口 那么最好找的借口 就是豫王召集上位 指使个不要命的人来骂自己 关系链到底合不合理 根本不重要 所以嘉靖要是照着这个思路 给赵臣妾出题 赵臣妾不光洗不干净 还会越来越脏 赵臣妾的生死考验来了 压住了 不敢说出你背后的人了 回奏陛下 是徐哥老叫臣去催拿贺表的 就是在大典之外 当着众人 叫臣去拿贺表的 赵臣妾的这个回答 可以说很厉害 很显功力 既给了嘉靖最想听的答案 是徐杰 又用逻辑重音强调了 徐杰是在公共场合下令 让自己去取的 这就把嘉靖编故事的思路给断了 嘉靖的整套砸锅思路的主旨在密谋上 是自己儿子和自己大臣 私下偷摸算计自己 现在 偷摸的变成公开的了 就相当于在反问嘉靖 如果想算计你 徐杰会大庭广众下这么做吗 是你傻还是我傻 矛盾点 从是谁指使 又回到了是不是贺表 不禁反对 自己被僵了一句 嘉靖就要找搭档搭话来过渡了 好一张利嘴 现在还说是贺表 赵真吉 你是英雄是好汉就敢做敢认 你属下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 都知道把棺材备好了 你这个当堂官的 反而连他也不如 很明显 嘉靖的这个搭档业务能力实在是差 因为这话的漏洞太大了 也就因为这个漏洞 赵真吉得以全身而退 漏洞是四个字 英雄好汉 嘉靖为什么要让陈宏开口 是因为赵真吉之前的回答没有漏洞 他需要停下来捋一下思路 同时让陈宏与赵真吉对话 在这个过程中找赵真吉的漏洞 但是咱看看陈宏公的话 站在嘉靖合作伙伴的角度来看 这话有两个大毛病 第一 看似在打压赵真吉 说他不如海瑞 但侧面就相当于肯定了海瑞 而海瑞被抬高了 所谓海瑞背后的人自然也就高了 越这样 嘉靖就越不好按自己的思路 去往下推进 第二 莫名其妙之间 就给海瑞上书的事给定性了 海瑞是英雄伙伴 这不就扯大了吗 海瑞是英雄伙伴 那嘉靖成啥呢 我骂我自己吗 所以赵真吉抓住了陈宏的这个漏洞 开始反击了 赵真吉 你被陈宏问住了 回奏圣上 陈不是被陈公公问住 而是陈 不懈回答陈公公这样大逆不道之言 主子 海瑞就是这个赵真吉指使的 至于赵真吉背后是谁 主子 将他交给奴婢 奴婢有办法叫他开口 你就不想听他如何说你是大逆不道吗 是 说 陈宏这里有点泄气了 因为嘉靖的不满 他感觉到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从头到尾的捋一下这儿的剧情 看看陈宏的表现 从始至终 他的发言 主题只有一个 抓人 但嘉靖想抓吗 想 但不是跟个二愣子似的抓 他需要把抓人这件事变得合理 才可以抓 不然直接下令都抓起来 挨个审就行了 何必在这儿费着吐沫星呢 赵真吉并没有直接去反驳陈宏 而是选择递话给嘉靖 这么做的好处是 其 他是被动方 用这样的方式 等同于再给嘉靖做选择题 再问嘉靖 我想解释 你想不想听 这个结果呀 嘉靖不可能不听 这样就既得到了解释的机会 同时还让嘉靖有了参与感 会舒服一些 其二 递的这句话 是在针对陈宏 明确了目标 博的不是嘉靖 而是你陈宏 进一步降低了嘉靖 不想听下去的可能性 英雄好汉 从陈宏口中说出开始 嘉靖估计就快被气得脑一血了 这么明显 这么大的漏洞 赵真吉能抓住 嘉靖不可能听不出来 已经被架到这儿了 他也不能不听了 只能通过陈宏的嘴 让赵真吉说下去 海瑞是臣的属下 他欺君等同一臣欺君 此臣罪一 海瑞写的这个东西 是臣亲自拿来 承奏给圣上的 承奏者与书写者同罪 此臣罪二 海瑞承奏上来的 是何等狂辈犯上之言 臣知与不知 由此二罪 已难逃其咎 海瑞既然背下了棺材 愿意扶朱 臣无非也背下一口棺材 扶朱罢了 臣公公问臣 是不是英雄好汉 臣这就回臣公公的话 海瑞狂辈犯上 臣公公何以称他为英雄好汉 海瑞既不是英雄好汉 臣公公何以把臣 也叫做英雄好汉 臣公公这话 本就是大逆不道之言 臣恳请皇上 命臣公公收回此言 臣方可有下言沉奏 又是一段教科书式的回话 我们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看 上半部分在认错 下半部分在博英雄好汉论 上半部分认错归认错 但认的是什么错呢 是不知情和连做的错 对于现在的家境而言 这些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意和需要的是往外扯人 赵真吉知不知道这个呢 他明白着呢 他想不想解释这事背后没人指使呢 相比不知情和连做 他更想解释的肯定是这个 妙就妙在 他压根就不提最想解释的事 给了家境一定的空间 还是在给家境选择 你信还是不信 人在家境那种状态下 你越想解释的事 肯定越难被相信 都吵过架 这种感觉应该不难理解吧 所以赵真吉把能认的错认过之后 直接转火开始弟子陈宏 明明白白的把陈宏之前话中的漏洞给点名了 这四个字要是出自赵真吉之口 叫把柄 出自陈宏之口 那就对手翻水 整段对话可以说毫无瑕疵 如果想继续找茬 家境要么换个切入点 要么就得重新找话题 黄锦听了赵真吉的回话之后 心胜佩服 不巧这个小动作被家境捕捉到了 佩服了 这会儿心里一定是在想 这才是英雄好汉是吧 陈宏 你有眼力 这个海瑞是英雄好汉 这个赵真吉也是英雄好汉 你这话没有说错 而且说得极对 极对 极对 你不知道吧 朕日一生就喜欢英雄好汉 包括你的什么恩师 什么靠山 什么通党 什么 是英雄好汉都站出来 朕都喜欢 哥 臣不是英雄好汉 臣也没有通党 臣是家境二十一年的进士 是天子的门生 要说恩师 陛下就是臣的恩师 家境二十四年 臣从汉林院出任节点 后生士独 生巡抚 生户部尚书 一直到两个月前 升列台阁 每一步 都是皇上的拔拙 要说靠山 陛下就是臣的靠山 要说同党 臣也只能是陛下的臣党 军不密 则施臣 陛下 是才所言 非军论臣之道 臣 恳请陛下收回 赵神吉的回话有毛病吗 一点毛病没有 封在平时他也没机会做这么真诚的发言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答案不是家境想要的 进行到这里对于家境而言已经是死局了 因为他需要的那个答案不会有人再给他了 哪怕是最懂得揣摩他的赵神吉也不会了 他现在需要的事有人告诉他海瑞的动机是不纯粹的 是有预谋的 这样他才能找到解开自己心结的出路 才能继续暗示自己海瑞说的是不对的 可谁敢给他这个答案呢 所以家境换了个攻击方式 不过这个方式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 陈虹 回主子奴婢在 这个赵神吉一定要你收回那句话 而且要朕也收回那句话 你收不收回 回主子奴婢绝不收回 今天这件事不只是我大明朝从太祖高皇帝以来所为有 历朝历代以前所为有 这个赵神吉分明是巧言吝啬大监四中 恳请主子切勿被他欺瞒了 更不要被他背后的人欺瞒了 那个海瑞要立刻抓起来 这个赵神吉也得立刻抓起来 以往跟海瑞有关联的人都要抓起来 要彻查 彻查到底 都查谁 谁来查 奴婢来查 牵扯到谁 便查谁 家境现在已经前驴即穷了 英雄好汉没被提出之前 放在家境面前的选择有两个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处理 也就是要把海瑞这次上书的事件通过操作 牵扯上一系列的人 让这次单纯的行为变得不单纯 以图寻找台阶 但一同对话下来 赵神吉利用陈宏的语言漏洞 把这条路给封死了 所以家境只能用第二种他不想用的方法了 那就是简单的问题简单处理 交接棒给陈宏 让陈宏放手去查 至于陈宏用什么方法查 他不用问也清楚 这是他平时最不屑用的方法 而此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可用的 让陈宏造作起来 他只想要一个能给他提供安全感的结果 不过 这个选择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漏洞只会更大 好在这个坑家境没等跳 就被赵神吉一句话给拉回来了 赵神吉 陈宏的这句话该不是大逆不道吧 皇上既然听信了陈宏的话 陈现在就去照遇 赵神吉这回话挺逗的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妥妥的渣男语路 其实赵神吉又比陈宏了解家境了解的多 家境现在这个状态下肯定是谁都不信的 这个街舞眼跟家境谈信任 肯定指谁谁就原地爆炸 同时 赵神吉的这话还套着一点笔 你连陈宏这么个太天都相信 不信我们这些大臣 要是再配上个嗤之以鼻的表情 那就完美了 只不过赵神吉肯定不敢 听到这儿 家境怒了 朕谁的话也不听啊 你想去照遇现在还早了些 你刚才不是说是朕的门生吗 是朕的陈党吗 事与不识朕现在不会认 也不会疯你 朕就认你是个英雄好汉 这句话朕也绝不会收回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对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陈虹 奴婢在 你一个 赵神吉一个 刑部一个 杜察妍一个 杜察妍一个 大理寺一个 杜城一个 镇副司一个 查天官一个 玄都官一个 来 去查海瑞 去查她的后来 她的总党 去查 起奏 起奏主子 奴婢 该从谁查起啊 先抓哪些人哪 昨天查起 昨天查起 你 李方主子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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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主子 主子 主子 主子快下旨意吧 陈虹 你还是人不是人 要查 谁你去查 你想害死主子吗 来人 穿大衣啊 杀手 杀手 其实无论是佳靖 还是陈虹 都是可悲的 这里黄瑾和陈虹的对比 非常明显 黄瑾时刻关注的 都是佳靖的身体 而陈虹只想借鸡揽群起飞 咱能说陈虹这人没良心吗 这东西吧 他肯定没有 但也能解释得通 最初佳靖用他的意义 他可能不太懂 但随着一件事一件事的发生 陈虹自己内心也会渐渐的明了 毕竟他不是个笨人 无论上下级还是朋友 相处的基础都在于情义的投入 如果关系只建立在利益上 而没有情感的支撑 那么这种关系只能称之为买卖交易 既然是交易 那么你的健康又与我何干呢 从出发点开始 陈虹和黄景就有本质上的不同 也许陈虹最初对佳靖也有真情实义 但佳靖需要吗 根本不需要 因为情感这东西 佳靖本就不多 给了吕芳给了黄景 也就没有多余的分给陈虹了 谁也不愿意一直用热脸贴冷屁股 无论身份有多悬殊 所以在人与人相处之中 关系的开始确实是始于交易的 筹码就是你和对方针对这道关系 投入的真情实感 投入的多少和获得的回报 因人而异 可能投入六毛能赚一块 也可能投入一块赚五块 无论是赚一块还是赔五块 都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你对盈亏的定义 和对对方的期望值 或者换种说法 你看中的是什么和最终想得到的是什么 当交易的概念变得模糊了 关系就意味着升温了 称呼就有朋友 可能变成知己了 但有一个问题永远不要忽视 没有人会一直转 也没有人愿意一直亏 总归是有个界限的 超过了界限 再稳固的关系也会崩塌 所以决定付出了 就别计较回报的事儿 也不要把得到的东西当成应该的 心态最重要 既然嘉靖决心用陈虹拔水搅混 那么第一件要做的事儿 还是要把自己唯一的贴心人摘出去 陈虹 回主子 奴婢在 先把朕身后这个吃里爬外的奴婢 抓了 是 来人 把这个黄金给我拿了 先关到私里进去 帅婢 皇上 臣在 是谁让你进来的 想来逼宫吗 臣都不敢了 是海瑞的通党现在跑还来得及 不是通党就到内阁的治房去 是 后查 臣遵旨 你们下去吧 站住 做了一回英雄好汉 你也想走 臣后纸 朕没有纸给你 听臣哄他吧 拿着那个处上写的这本东西 该查谁该抓谁该审谁 怎样审 你心里明白 奴婢 奴婢 明白 英雄好汉 跟我走吧 家境最后选择的手段 跟吕方请严松徐杰喝酒那次很像 但这次的事件 要比那次复杂的多 这次不光要治自己的一线病 还要证明一篇骂自己骂很对的文章是错的 第二件事解决不了 第一件事就永远存在 说一千到一万 现在的家境还是不懂海瑞为什么这么做 为何而做 他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答案 让自己不那么无地自容 另一边 海瑞安安静静的在家等着来抓他的人 此刻陪伴他的只有两样东西 一口为自己早已备下的棺材 和一套躺在棺材内整整齐齐的棺服 没有辩解 没有挣扎 他从容的戴上了镂铐 跟着台上的这群小丑 缓步走向赵玉 我想海瑞在任何时候 都没有现在来的放松自在 曾几何时 家境是支撑他对抗污秽的力量 年少丧父 对于缺少负害的他来说 他对家境的期望与信任 要比其他人多得多 当有一天发现自己付出的真心 喂了狗的时候 这种失望感也会是成倍的 很多人觉得海瑞对家境的信任是盲目的 其实不是 如果家境从始至终都是个不学无数的人 谁都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操蛋就操蛋在他曾经正经过 他证明过自己的能力和手段 有过历经图治的态度 这样就总会给人留下一丝希望 所以像海瑞这样的人 就会为了这一丝不靠谱的希望而玩命 愿意付出自己的命 叫醒这个装睡的浑人 只可惜 装睡毕竟不是真睡 如果装睡的人自己不愿意醒 那拿炮崩他 他也会不停的打呼了 这就是海瑞的悲哀 也是家境的悲哀 海瑞被抓 此刻最兴奋的应该是陈宏了 从某个层面来讲 海瑞算得上陈宏的贵人了 咱们来细评评啊 海瑞刚入京的时候 在六BG提字 间接的送走了陈宏最大的政敌吕方 让自己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 虽然位置上升了 但是脚跟站的不是很稳 他急需一个让自己立人设的机会 要啥来啥 正愁没机会呢 海瑞就给了陈宏一个机会 而且这次机会的操作空间 非常地大 相当于拿到了一个大男主的剧本 他自然不会浪费 那首先要做的呢 不用说大家也明白 肯定是拿黄金开刀 一套嘴巴的套餐 虽然没打服黄金 还被脆了一口 但杀鸡的目的是达到了 下一步抓出了跟海瑞有些关系的 朱七和其他柱 这一步看起来很迷 其实一点都不迷 陈宏做事的特点就是绝 在没有正视沈海瑞之前 陈宏就需要把所有跟海瑞有牵连的人都拿掉 有没有早都得打一棒吧 核心就俩字 太多了 两件大事做完 分配好了任务 陈宏带着治安书去了渝王府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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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有旨 叫奴婢问王爷 看了这道奏书后 王爷如何回话 听清了如是回旨 此人竟敢如此狂辈辱骂父皇 作为儿子 我必杀此人 奴婢一定如是回旨 我的话还没有完 可作为列祖列宗的子孙 我若能继承大统 必重用此人 王爷 奴婢恳求王爷 将这后一句话收回去 不收回 我绝不收回 我知道 父皇疑心是我在指使这个人 上的这道书 疑心我要逼父皇退位 我这就写本账 恳请父皇开取我的王爵 罢为庶民也好 自我资敬也好 我一定立刻奉旨 王爷 王爷 王爷想亡了列祖列宗的江山吗 列祖列宗的江山 已经要亡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了 还用得找我去亡吗 王爷这话 包括奴婢 御王这回倒是没怂 回答得很漂亮 储君身份是个老生常谈的事 有这个身份在 家境最多只能怀疑他 打压他 肯定不会杀了他 况且家境确实只是怀疑 怀疑的企业也是被弃毛了 没有立得住的理由 御王开口先从做儿子的角度表了态 说的再对 骂我爹总归是不对的 这是定调的 但面对家境这种鬼 光定调的是没用的 关键还要补后门的话 这话看起来是在叫板 其实恰恰能洗白自己的嫌疑 从储君的角度发言 态度不虚 就相当于侧面的告诉家境 我不会这么做 不过这回答 陈宏听了就犯难了 说白了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御王给家境的回答 家境能懂 但陈宏肯定听不懂 因为站的位置不同 陈宏肯听的只有前一句 对于他来说 后面的话 如果传给家境 自己就会担着风险 而且从欲望对自己的态度中 他看出了欲望对自己的不满 作为传话人 最好的结果是没风险 就算有风险 也不能担两头的 家境在弃头上 他没办法洗 他也不能在家境面前洗自己 那就只能在欲望面前洗自己了 他洗自己的论点也挺有意思的 王爷如果这样看奴婢 现在就刺奴婢死了吧 内阁大臣 六部九卿的唐官 都被你禁闭在西院之房 我大明朝都已经贪了 除了皇上就属你的 我哪能杀你 王爷冤死奴婢了 王爷既然这样认定奴婢 奴婢今天不死 明天不死 总有一天会死无葬身之地 要死得忍了 恳求王爷 让奴婢说几句话吧 你要说什么 谁能挡你 别说皇上万岁爷那样刚烈的人 从古至今 摊上哪一个帝王 看了海瑞这样的奏数 能够忍受得住 正如秦王所言 天子一怒流血千里 今天冒出了这么一件通天的事 王爷告诉奴婢 奴婢该怎么做 起来吧 奴婢能做的 第一便是替皇上消气 一切都得等皇上消了气 才不至于不可收拾 把满朝大臣都关起来 就能让皇上消气 消了气就能慢慢 失去皇上的疑心 把满朝大臣都关起来 奴婢伺候皇上三十年了 也算是知道皇上的人 皇上一旦起了疑心 岂止是大臣们当中 所有人都要受到嫌疑 就连王爷您 也会受到牵连 王爷您想 奴婢为什么要踪恿皇上 派那个赵真吉去审海瑞 赵真吉是徐格老的学生 徐格老又是王爷的师父 那个海瑞偏右是赵真吉的属下 赵真吉不屑去嫌疑 所有人便都有嫌疑 王爷 奴婢这点苦心 难道王爷不能明察 你过来说 王爷说奴婢 将满朝大臣禁闭在戏院 奴婢算个什么东西 我就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 就是有这个胆 也没这个本事 敢跟我大明朝满朝大臣为敌 这个时候 我只能让他们在职房坐着 同时 奴婢已经将海瑞进京后 所有的形状 从司礼箭调出来 呈上去给皇上预览 海瑞进京后所有的情形 奴婢早就问过了 除了跟那个督察院御师王用吉 还有跟镇府司的齐大柱有些往来 跟朝中其他任何大臣 都没有往来 皇上看了那些承报 自然会逝去对群臣的疑心 明天一早 也就会让徐哥佬他们回布衙里市 王爷 您给奴婢一个明示 奴婢除了这样做 还能怎么做 奴婢做这些 难道是想往我大明天下吗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哪种人最可怕吗 就是说十句话 八句真两句假的 陈鸿跟御王说的话 就是在大米里穿沙子 事是这么个事 但他自己真正的诉求 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看似是在执行家境的命令 他夹在中间很为难 实则他巴不得乱起来 越乱 自己的机会才会越多 收益才会越大 不过 实话这东西也不可能跟御王说 能把自己摘干净就好 而摘干净这事 除了要看自己的话说 也要看倾听方的态度 还好 御王再一次没让我们失望 陈鸿的话 他听进去了 他听进去了 我在第27期节目中说过 御王这人吧 缺了点信息的接收能力和筛选能力 现在进步了 接收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但筛选能力还是原地踏步 这真就不如补进步了 因为光接收没筛选 这人就会变成一件箱了 虽然平时跟陈鸿接触的少 但他究竟是个什么品种的鸟 也应该如雷冠尔吧 凭陈鸿的几句话 就从态度上发生转变 这个结果说实话 还是有点小失望的 狱中 海瑞等来了自己第一个对手 自己的顶头上司赵真吉 佛家有语云 缘者为缘 近者为因 这个赵真吉和海瑞 可谓既有缘缘又有近因 在浙江查办改道为丧的案子 时任支县的海瑞便屡屡抗命 闹得身为巡抚的赵真吉 心里深恶却无可奈何 先后调经 海瑞偏又在赵真吉任尚书的护部当主事 开始几个月还相安无事 取了他一夜之间惊雷乍响 满朝震斗 第一个受牵连的 又是自己这个顶头上司 赵真吉的恼恨可想而知 提到刑房去 我要细细地审他 上面打了招呼 不能动刑就在这里审他 叫我在这里审他 我们也不愿意 可这是上边的意思 赵大人在里边审 我们在外边记录 开牢门吧 干什么 连我也锁上了 上面说了 问的话一个字也不能露出去 赵大人问完了 我们自然会开锁让您老出来 我们自然会开锁让您老出来 上书是为臣的天职 你在奏书里都写了些什么 赵大人来审问卑职 皇上却没将卑职的奏书给赵大人看过 谋逆之言 我们做臣子的能看吗 赵大人没有看过卑职的奏书 怎么知道卑职奏书写的是谋逆之言 卑职的奏书里写的是不是谋逆之言 皇上知道 赵大人可以去问皇上 我现在问的是你 我是奉旨问你 卑职的奏书是写给皇上看的 皇上如果愿意恭祝众大臣 自会给你们看 皇上如果不愿恭祝众大臣 我什么都不愿意 不能说 那我再问你 是谁指使你写了这道奏书的 赵大人平时上书 也要人指使吗 卑职给皇上的奏书里写得很清楚 第一句就是 户部云南清丽丝主事 陈海瑞紧奏 剧中把赵真吉这个人刻画的确实有点露 可以想象 此时的赵真吉肯定恨透海瑞了 所以开始提出的是要把人带去刑房 要做什么不言而喻 但这事儿吧 老赵可能想单纯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家境这人要脸 要是在德行层面整不服海瑞 行为层面别说同样整不服海瑞 就算整服了 家境这人也丢出银河系了 所以太监直接把答题范围给圈好了 不能动手 审讯内容绝密 光这两点就能看出家境的心虚 所以这次审讯工作对赵真吉而言难度是很大的 首先他不知道海瑞到底写了什么 其次不能运用超出常规手段的方式让对方开口 光用嘴问很明显海瑞不会说 所以赵真吉问海瑞的这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不光没有得到答案 还变相的被海瑞给怼到说不出话 海瑞想的很明白 我写的这东西 家境要是不给你们看 我就不可能多说一句话 多说一句都可能被添油加醋的利用 本质上海瑞就不想扯上旁人 所以虽然回答赵真吉问题的态度依然很酷 但也变相的洗白了赵真吉的责任 赵真吉没办法 只能兴兴而去 好了 本期先讲到这里吧 下一期海瑞就要直面百官和家境 原本计划用两期结束这部剧 后来算了下内容 放在两期做时长抄的比较多 所以还是分成三期吧 哎 元旦快到了 提前给大家拜个年 大家新年快乐 我正在参加B站活动 再拨嘴就打折 欢迎一间三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